朋友们大家好,现在我在云南昭通的巧家县 自驾游经过这个路边,发现对面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上 竟然还居住着一户人家,下雨过后的云雾缭绕啊 那个地方就像人间仙景一样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居住在悬崖峭壁之上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,下边就是一条河流 河流的上方呢就是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 然后我要跟你们说的那户人家居住在什么地方 你们想都想不到 这一朵小白云的那个位置 现在我们还看不到 而且它的后山呢,也都是悬崖峭壁啊 现在是被这个白云给罩住的 那么等一会儿那朵小白云走了之后啊 他们家就会显现出来 rotational人家居住在地上 没人家居住在地上 这里是小白云之后 我想那这辈子是小白云的 小白云的东西 我们会显现出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